西投好声音音乐嘉年华系列活动 今年透过救国团及台大实验铃与多个企业团体协力下 日前于西投青年活动中心热闹登场 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来赞助 投入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同时我们还有我们中兴新村一起新旅行的这些文创市集的这些年轻人 今天将近有20个摊位在这边做一些展示 让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这些青年朋友的一些创意 活动除了是希望带给前来旅游的民众不一样的体验外 更是要感谢医护人员对于防疫工作的付出与贡献 台大实验铃本着是地主 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游客来享受这一场一律的盛宴 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盛会 希望这个活动带给民众的体验是 大家感觉到说这个是不一样的活动 然后也是系统更多好玩的东西能够出现在这里 我们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感谢我们一些医疗的防疫人员 他们在第一线为我们台湾的民众守护健康 所以我们今天也利用这样的机会 我们给他们一些感谢跟鼓励 这场吸头好声音音乐嘉年华活动 意义非凡透过乐耳的曲目 更让新老的医护人员感到身心放松 先远有好感谢各单位的合作促成此次活动 以感谢医护人员对于防疫工作的投入与付出 在这场活动的话我们特别还要感谢一下 因为不仅是这个好声音的活动 同时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要向防疫的这段体验的辛苦的人员致敬 所以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也安排一个桥段 特别是要向这些辛苦的护理人员 医务人员做一个致敬的动作 那也觉得说救国团对于这样子的用心 他也希望对于医疗体系的这些辛苦的人员 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感恩 那也期待说这次疫情的过程 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还很平安的度过 在此也特别向辛苦的医疗人员致敬 议长和盛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场音乐盛宴 速解民众神经压力 促进大环境的和乐氛围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